聂同学的工作最近特别忙 每天吃一个鸡蛋似乎不够 所以今天换着方法 多弄点鸡蛋来吃 做之前先给自己露个脸 大家好 大家好 加水上锅煮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锅底已经冒泡了 我们用我们中国万能的筷子 将每一个鸡蛋给它 翻个面 这样保证鸡蛋黄是在正中间 这些鸡蛋好享受在里头泡温泉 想到以前我们在新西兰的时候 在一个地方叫Ruturua 那个地方有天然的地热 他们就把鸡蛋放一个网兜里头 丢到那个地热里面 鸡蛋放在水汁里 立刻的用凉水 鸡蛋在敲打的过程中 可以进水到里边去 这样就很容易去掉壳子 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 这个粘子比较好用 筷子可能就麻烦一点了 各有各的好处 经过敲打的这个鸡蛋 又浸泡在冷水里边就特别好 把这个壳取下来 很光滑 是不是像婴儿的屁股 说像婴儿的屁股 有点不文明 应该说像婴儿的肌肤 滑滑嫩嫩嫩 好去壳的 像脱衣服一样 又不文明了 脱衣服 好 最后一个完成 好漂亮 这些小baby 如果之前呢 给用蘸过水的刀 给它画一下 这是在武汉买回来的吗 甘肃买回来的 我们中国的 这叫什么锅呀 砂锅 砂锅啊 不砂呢 这么平 哇 这是改年了的砂锅 砂锅里头放了一些 我们中国人卤菜的时候 要放的一些基本的佐料以外呢 我今天还加了一片 这个 叫什么 甘草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 忘了 等一下想起来再说吧 茯苓 对 然后还有我自己 17年 晒的这个 橙子皮 加上 这个好朋友送给我的 蔬糖 特别好 两大勺 然后加上 生抽 老抽 加水 上锅 慢煮 这是我们这边 唐人店里卖的豆腐 好 现在豆腐第一面 已经焦黄了 然后放过面来 给它加上 一点生抽 卤蛋已经卤香了 我们把这些豆腐 一一加进去 焯水洗净的排骨 13香 生姜粉 淀粉 生抽 先把它拌起来 尽管这里边有淀粉 但是加上鸡蛋 那么这个蛋液呢 把这些 佐料啊 再进一步 给它锁住 进豆腐的锅 再来煎排骨 所有的食材 都已经进锅了 现在再来 两只 自己后院里的 小葱 小心啊 好 来 你吃好 我才不是 来 先陪你赏你一个鸡蛋 今天在前面录像就说了 你工作辛苦了 吃一个鸡蛋远远不够 要多给你一点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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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赏你一个排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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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同学 这个豆腐真的太好吃了 如实地说 味道怎么样 一个字很好 很好